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尔斯与卡米拉经历了很多困难时期 婚内出柜 离婚 成为众矢之地 查尔斯与卡米拉始终是专在一起 携手并进 俗话说 爱无及无 或许查尔斯王子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有人说 查尔斯王子不爱表达自己的情感 但是在大多数时候看来 并不是他不爱表达自己的情感 而是他的情感只表达给自己所爱之人 如今73岁的卡米拉已经是五个孙子的奶奶 这五个孩子给她带来无限的欢乐 也是给予了查尔斯王子不一样的晚年生活 每年六月 已经住进王宫的卡米拉 都会为她的孙子举办一场盛大的聚会 为的就是能够和孙妹们有一个愉快的祖孙相处时光 卡米拉会为孩子们准备好三明治 蛋糕 果冻等食物 甚至还会请来魔术师为孩子们表演魔幻的魔术 根据统计 查尔斯王子和乔治王子的相处时间 要比卡米拉和自己的孙子相处的时间要多得多 不过 这事情有可原的 毕竟现在卡米拉已经入住了克拉伦斯宫 普通人家的孩子们想要进出皇宫啊 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毕竟卡米拉的孩子也不会和卡米拉一起生活 不过 无论从视频还是品实的相片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查尔斯王子与卡米拉的孙子相处模式 更为自然 也是更为亲切 在公共场合里 查尔斯王子也是毫不掩饰 对卡米拉孙妹的喜爱 2011年 卡米拉的孙女伊丽莎 曾经是威廉和凯特婚礼上的小伴娘 那个时候伊丽莎年龄还很小 还没有到阳台高的她 看不到下面的情况 看到此景的查尔斯 一把将她抱起来 喜爱程度真的是异于言表 爱是相互的 感受到了来自记爷爷浓厚爱的孩子们 也是非常喜欢查尔斯王子 与之相反的是 查尔斯王子和自己的亲孙子 相处的时候会显得更加的拘谨与紧张 这倒不是说查尔斯王子不爱自己的孙子 只是出于规矩等因素的考虑 查尔斯王子对乔治王子和孝罗特公主 以及路易王子的喜爱较为拘束 原因是在于英国王室有着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不允许王室成员过多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喜怒哀乐都是要隐藏于心 当然了 除此之外 或许查尔斯王子需要考虑的是 这几个孩子将来也是英国王室的高级成员 所以查尔斯会严格要求孩子们 也是不足以为奇了 但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查尔斯王子越来越愿意表现出自己柔软的一面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 查尔斯王子愿意将越来越多多时间 放在乔治王子等孙伯身上 或许查尔斯王子也是越来越懂得 陪伴便是最长情的告白的道理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或许查尔斯王子在漫长人生当中有所感悟 那些过往的失败和过错 已经成为了对人生和生命的反省与忏悔 也是让他变得更加完美 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吧 接下来一则内容是 王室不允许玛格丽特嫁给已婚的彼得 为何又允许查尔斯隐居卡梅拉 彼得汤森作为玛格丽特公主一生的挚爱 这次玛格丽特公主也是没能忘记这个男人 并且为他抑郁了一生 但是让人想不通的是 既然英国王室不允许玛格丽特公主 嫁给已婚的彼得 为什么又允许查尔斯王子迎娶卡梅拉呢 事实上 在玛格丽特公主恋上彼得的时间 与查尔斯王子将卡梅拉取进门的时间差 相差了至少五十年之久 这个时间呢 足以让整个社会发生繁天覆地的变化 众所周知 彼得汤森曾经是乔治六婿的侍从官 在一次国外访问当中 玛格丽特公主就是爱上了这位英俊潇洒的男人 为了能够和玛格丽特公主在一起 彼得汤森最终和妻子离了婚 并且向玛格丽特公主求婚 但是由于英国教会不允许玛格丽特 嫁给一个已婚的男人 在姐姐伊丽莎白二世的要求之下 玛格丽特公主决定暂缓结婚的决定 不幸的是 由于玛格丽特公主对彼得过于炙热 而毫不掩饰的爱暴露在镜头前 这不仅引起了全英国圣像的轩然大波 也是让英国政府左右为难 在一项民意侧应当中 民众无法接受他们的玛格丽特公主 要嫁给一个已经离婚的男人 后来在重重压力之下 玛格丽特公主和彼得不得不暂时分开 1960年厌倦了单身生活的玛格丽特公主 最终选择了和拥有放荡公子称号的 摄影师安东尼结婚 在忍受了18年之后 玛格丽特公主最终和安东尼离婚 而玛格丽特公主成为英国王室 自1901年以来 第一位离婚的王室成员 玛格丽特公主 婚后不幸的婚姻生活 让她更加沉迷灯红酒驴的生活 这就直接导致她的身体 开始出现了恶化的情况 最终 玛格丽特公主 因为不能选择和自己心爱的男人结婚 而自甘堕落 在往后的日子里 尤其是晚年生活 玛格丽特公主更是自暴自弃 萎靡颓废的生活 让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最终 玛格丽特公主 因为疾病产生 在72岁那年离世 妹妹的不幸遭遇 也算伊丽莎白二世永生难忘 正所谓 强扭的瓜布田 勉强去做的事情 最终得不到好结果 于是在多年之后 伊丽莎白二世 对孩子们的选择 离婚这个事情 也只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因为她心里清楚 她不再愿意看到悲剧发生 也不想自己的孩子 再遭受同样的痛苦 值得庆幸的是 在多年之后 英格兰教会的教育 英格兰的教会教育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02年 英格兰教会允许离婚者的配偶 在活着的情况之下再婚 而离婚和再婚这件事情 也是变得稀松平常 因此 在时机成熟之下 在戴安娜离世八年之后 川尔斯王子终于将心爱的女人 卡梅拉引进家门 时代在不断变化当中 而社会也是在不断进步当中 只能说 川尔斯王子和卡梅拉 最终迎来了 可以接受他们的时代 而玛格丽特公主和皮特汤森 只是生在了 生不逢时的时代 最后是 威廉凯特仿命包店 熟练如命团 难得展现出充满烟火气的 往事日常生活 周二 剑桥公爵夫妇 开始了暑假之后的 第一次往事出访活动 两人一天之内 先后访问了 伦敦桥的旧业中心 怀特查尔佩尔的 伦敦穆斯林中心 以及位于伦敦东区的 一间备受人们喜爱的 面包店 来进一步了解 疫情给这个城市 带来的深度影响 在历临了 贝格尔面包房时 夫妻俩又是一次展示了 夫妻之间 互相不服输的小情趣 他们要求这一间 鉴于1974年的 面包房老板 来评价两人的揉面技巧 在用洗手液 洗好手之后 再对三个孩子的父母 戴上围裙和口罩 边开始揉面团 边开始愉快地笑着 当公爵给面团 做最后的润色时 面包房老板 伊莱雅斯科恩说 不错 不过我觉得还是凯特赢了 而未来的国王 很坦然地接受这个现实 他便笑着 把饭团放在托盘上塑形 便说 就怎么办吧 这是通常的故事走向 为了不打劫丈夫的热情 凯特说 再等等才能分出胜负 我通常有初学者的运气 但有时候会越来越糟 威廉和凯特是一对 反须喜欢亲力亲为的父母 在剑桥家 厨房是这个家庭的核心重地 凯特经常会带着剑桥三小只 乔治王子 小乐陶公主 和路易王子 在厨房里折腾 他们一起揉面团 做披萨 以及各式各样的蛋糕 威廉则是会带着孩子们 把巧克力 面粉 撒得到处都是 把厨房弄得一团乱 所以 当这对夫妇 撸起袖子 熟练的柔情面团 做百姬病时 这绝对不是在作秀 这就是他们充满 人间烟火气的生活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